好,今天让我们来谈谈 就是七天课程里面的内容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想什么得什么的能力 但是呢,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自己把这个能力呢 就是慢慢消失了,消博了 我们除了可以想什么得什么呢 就是我们甚至呢,可以讲什么得什么 当然,讲好的一样得好的 想坏的一样得坏的 我们每一个人原本就有这个能力 但是可惜的是,现在的人呢 不再守信,不再守诺言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使到大家慢慢的试弃这个能力 还有呢,就是因为很多人 里面想的和外面所说的 很多时候都不一样 表里不易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试弃这个能力 当然,通过我们课程里面的这个 process呢 如果你的卡点不严重 它可以一天,你就可以慢慢恢复 如果接下来,你还是 因为process过后呢 你还是一样 里面内在想的和外在所说的不一样的 不一致呢 你就依然卡着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卡着的 就是喉咙 还有呢,就是第三眼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三眼 只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环境 我们所吃的东西 已经 怎样讲呢 不再是这么 纯了 来加上呢 就是我们 不断的 不断的就是说 吃肉 杀生 这个也是一样 会阻碍我们第三眼的 很多人会看到我一直不断的 这边查红色的东西 阻撒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 要不断的进化那个第三眼 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 虽然我是 我是吃素 但是我们所吃的食物 里面包含的那一化血物质 那一化血物质呢 都会 破坏我们的第三眼 其实甚至连我们用的牙膏 里面它所含的那个forite 都是会破坏我们的第三眼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查这个东西来进化它 当然如果你 下面的每一个脉轮都已经卡着了 你 上面呢 你查呢 你都会发现到呢 你很难开启 所以 为什么 我们必须要 不断的进化 我们身体的能量 就是这个原因 接着来 就是我们的顶轮 顶轮呢 是关系到感恩 感恩 听起来 说很容易 做很难 就打一个比喻吧 我们已经习惯了父母为我们准备的每一餐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感恩 就算我们嘴巴说感恩 内在也未必真心感恩 当我们 遇到一点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跟父母起冲突 甚至我们兄弟姐妹 其冲突 我们忘了感恩 忘了感恩 彼此 小时候 一直 一起欢乐的时间 忘了感恩 小时候 大家互相照顾 让彼此间 有快乐的童年 我们也忘了感恩 警察叔叔 为我们开路 我们看到警察叔叔 第一个观点就是 警察叔叔是吃钱的 对他是吃钱 对不对 但不是所有 但是我们忘了感恩 我们把他 每天替我们开路 变成一个理所当然 我们忘了感恩 我们的老板 你说 老板给我粗粮 我做工 他给我粗粮 是理所当然 但是 你不要忘记 我们应该感恩 他每个月 很辛苦 他也很努力的去 拿生意回来 然后 出粮 给我们 出粮 当然 老板也忘记 感恩 员工 很努力的工作 就是 这个 恶性 对我们的 推荐 我们的 一个 人 对 对 对方 不需要我们了 可能 他自己本身也很辛苦 他 就像 类似比方讲,这次的Covid-19,很多老板也很辛苦,他必须把一些员工辞退掉,但是可能大家心里就有埋怨了,我们忘了感恩,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为老板付出,老板给我们薪水。 很多人会说,老板给我薪水这么多年,我会有工作啊,对啊,所以他也要感恩你,你也要感恩他,就是当我们忘了感恩,我们身体的能量慢慢就不是这能量,就越来越不强,很多时候都是带着负面的。 然后这个,第三点是开启我们的智慧 然后顶轮呢是,让我们联系宇宙 也开启我们很多很多的智慧 让我们联系职责,宇宙的职责,就是这个顶轮 是,是我们自己卡着我们,外面的一切不会卡着我们 我们自己的情绪 外面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如果你内在没有情绪的话 它不会影响你 当然,每一个人马上说,哎,老师我不可能 没有情绪啊 对,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慢慢学习 让自己 慢慢放掉一切的情绪 世间的一切呢,只不过一个空 让我们慢慢达到空心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能量 我们身体的能量是具足的 我们不需要向外追求 身体的能量 它可以帮我们打开我们的第三眼 如果你在看我的 进来课堂的学研分享的话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process很有效 它会帮你清理你的脉轮 也可以让你本身感觉到 你自己的卡点在哪里 你自己亲自感受到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七天课程 之前我们分享了 第一个就是说 根轮 还有就是海底轮 海底轮 还有那个当天轮 第二个视频呢 就是关于那个奇轮 还有就是星轮 现在这个第三个视频 关于七天课程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喉轮 第三眼 还有就是这个顶轮 如果你们要看 你们可以看回 之前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感恩你们收看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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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